今天BS健康生活Tips要幫你掌握在生活上的最新一題 首先要帶您看到這個混蛋風波浮香盛的老闆 最近是被判刑三個月而且要緩刑兩年 根據中漢文報導 就是新北市衛生局在去年9月修查戶 這個浮香盛的蛋品有限公司 把這個液蛋加工廠呢 其實是非法把本土蛋還有進口蛋給混合加工 而且最後還以這個台灣的標誌給出貨 所以廠長是被判三個月的徒刑 還有兩年的緩刑需要支付公庫10萬元 而張姓跟呂姓的副理是各處三個月徒刑兩年緩刑 而且需要支付公庫大概是各5萬塊 另外呢也會默銷不法獲利所得 總共是超過52萬元 好 今天需要帶您看到是體壇焦點 也就是美國職棒的現在世界大賽的第三站 現在正在開打 而這個大股翔平今天一樣也是有如期的登場 他是擔任這個第一的打席 不過剛剛呢在第一次打席之後呢 就被遭到四壞球保送 但是大家就想問了 明明G2他才是有想怎麼這麼快就復原 而且還可以上場來打球 所以就有人翻出過去的片段 根據一平新聞網的報導呢 就有人發現這大股翔平 他的這個肩膀是非常的柔軟 還說這可能跟他肩膀的天賦异禀是有關係的喔 因為過去影片就被翻出發現大股的肩膀是可以往前凹折 甚至是將近90度 甚至有次還在女記者前面來示範 是讓這個記者當場是覺得非常的驚訝 所以球迷就大讚說這大股翔平恐怕真的是天賦异禀 不過今天上場比賽之前呢 其實鬥起的總教練盧波斯 他賽前他也透露了 說根據整個MRI的結果呢 算大股翔平是沒有結構性的損傷 但是還是有不適 是多餘疼痛的 而且在揮棒的時候 偶爾會覺得不太舒服 因此大股翔平目前應該是不會再嘗試倒壘 好同樣也是體壇上面的焦點 他是中國的跳水選手 也就是全紅蟬 他其實在今年的巴黎奧運拿下兩面金牌 但是現在卻被人發現 他好像變得有比較圓潤一點點了 根據一平新聞網的報導呢 其實以這個全紅蟬來說 他的身材是非常娇小的 他就只有150公分 而且體重維持在39公斤左右 所以這樣的身材的條件 讓他在跳水的時候使出水花消失數 其實是非常多力的 但是就是在奧運之後呢 沒有訓練 加上這個飲食恐怕是沒有控制 所以就有人捕捉到這個全紅蟬 好像臉變得比較圓潤 而且身材也大了一號 但是現在他面對這個外界的批評 他其實自己也說 會在回歸之前一定會減肥瘦身 會盡量回到以前的體重 不讓自己的身材影響到整體的表現 好 接續是有人要推薦說來台灣旅遊 其實應該還不錯 他是誰呢 他其實就是這個加拿大籍的導演高安祖 而且他還幫台灣拍了這個觀光的宣傳影片 根據《舊時報》報導 其實高安祖呢 他來台已經24年了 這回是負責來拍攝這個觀光的國際宣傳影片 政論部總共會打造四部影片 會在CNN BBC來首播 內容非常的廣泛 但是涵蓋了圓民 還有廟宇祭典 溫泉自行車跟水上活動等等 裡面也包含了這個阿里山的森林鐵道 所以高安祖他自己來說 他覺得台灣上山下海其實都滿好玩的 所以也推薦外國旅客可以來台旅遊 好 所以可以看到這個全新的觀光影片 即將要出爐 也希望真的可以來帶動台灣的觀光 因為以目前來台的這個旅遊人次來說 是真的還需要再加把勁 根據聯合報報導呢 像剛剛有說 以這個千萬國際旅客的目標來說 今年我們是確定跳票了 甚至交通部部長呢 日前他還下修了目標 說我們要把一千萬人次下修到750萬人次 但是學者就認為 就算是達標 其實也不合格 主要就是因為呢 這個750萬人次是歷年最慘的標準 也希望是不是可以在明年的時候 加倍奉還達到一千四百萬人次的目標呢 其中業者就評估 今年其實還是因為所謂的內憂外患 才會導致國際旅客來台的意願不高 而所謂的內憂外患呢 指的就是國內發生地震 颱風等天災 還有這個兩岸關係比較緊張 這一些因素其實都讓國際客是非常的擔心 也導致呢 前來旅遊的觀光意願不高 同時又有學者點出 現在又做的其實不是下修目標 應該是要進行全面的檢討 找出問題 再加強相關的宣傳力道 以上就是為您掌握在生活上的最新議題 提供您做參考